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旧金山一名亚裔老翁拉达纳巴迪 一年前在路上散步时遭攻击后丧命 成为美国亚裔暴力犯罪的受害人 30日他遇害满一周年之际 全美许多大城市一起纪念 呼吁重视反亚裔歧视 并盼更多民众加入发声 全美五大城市一起加入该全国活动 数百人现身响应 他们希望为亚裔寻求正义 因为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亚裔遭骚扰攻击甚至杀害的数字持续增加 令不少亚裔社群心惊胆战 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 旧金山、纽约、亚特兰大、费城、芝加哥和旧金山 均举办纪念亚裔受害者的活动 大家同心协力并要求各界更关注反亚裔歧视 不过主办单位也表示 他们希望社区内部就此展开沟通与对话 去年1月30日 泰国裔84岁老翁达拉纳巴迪厌倦居家避疫 当天一早开心出门散步 警方表示 19岁非裔青年奥森被控朝老翁直冲过去 并将他撞倒在地 达拉纳巴迪失去意识并在两天后逝世 赌城拉斯维加斯警方表示 29日一辆汽车因闯红灯而撞上其他5辆车 这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共导致9人不幸身亡 警方表示 当天下午3年左右 一辆到齐跑车在十字路口高速行驶并闯红灯 接着这辆跑车撞上多辆汽车 量产大祸 涉案的6辆车上共有15人 这起事故造成9名年龄 从青少年到中年人的受害者身亡 还有一人状况危急 正在医院抢救 车车辆上的两人都在意外中当场身亡 拉斯维加斯警局新文官奎瓦兹表示 我们从未见过像这样大规模交通伤亡事故 他形容这起意外是轻率无知的行为 据路透社报道 前总统川普上周六在德州举办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说 如果他在2024年竞选总统并当选 将赦免英国会大厦骚乱而被控刑事罪的人士 川普说 如果我参选 如果我当选了 我们会公平地对待参与1月6日活动的人 我们会公平地对待他们 如果需要赦免 我们会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对待 2021年1月6日 数以万计的川普支持者冲进了国会大厦 这是自1812年以来对国会的最严重袭击 骚乱导致几十名警员受伤 其中一人死亡 目前有超过700多人被指控参与袭击 Netflix 超奔韩剧又一部 自从由于游戏地狱攻势 拿下全球Netflix点拨排行榜冠军之后 又一韩剧创纪录 自从施战朝鲜之后 将活尸题材搬进高中校园 并且毫不避讳剧中大量血腥暴力场面 同时在44个国家成为第一名的热播剧 僵尸校园改编同名网络漫画 找来朴驰后 伊灿荣 赵怡贤等新生代韩星 先前在由于游戏 饰演叛逆却善良的少女李宜美 也在剧中有吃重演出 但第一集就出现高中生 集体逼女学生拍裸照 后续又让女学生化身活尸后 展开大屠杀 让南韩网友直呼太过残忍暴力 直批看了不舒服 只能用这种剧情来呈现紧张刺激吗 不过 僵尸校园依旧带来热烈回响 不只是先前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李宜美 另外包括外形高大帅气的高中生罗门 更因为多次保护心仪对象 成为许多女网友的新男神 僵尸校园会如此热门 主要不只是因为讲述僵尸病毒 自虐高中校园 让全校师生一息之间沦为地狱 更巧妙通过网络文化 政治角力 军警的官僚制度做出评判 才能激起全球网友一致赞赏 僵尸校园12集已全数在Netflix上架 虽然第一季结尾看似一切已有控制 但仍有不少谜团正在解决 未来有望继续推出第二季